早前我們胡說流氏出了一個帖文叫和你找盤 之後斷斷續續收到不少谷有查詢希望我們幫忙 當中也有不少手指客都提出一些問題 有些概念我們也想和大家釐清一下 其實在我們的官網 www.woochatpop.com.hk 之前我們也做了一些手指客的懶人包 無論是一手樓或者二手樓 整個上車的流程和注意事項都有詳細羅列出來 如果大家不想看長文的話 也可以看看以下的影片 又或者來到我們的Facebook Plattform YouTube Channel 又或者Yahoo自家製胡說流氏的欄目裏找也可以 手指客需要注意的事項馬上和大家策劃一下 最多谷有都是問壓力測試的問題 他們都擔心自己過不了壓力測試 銀行可能會拒批按揭 其實所謂壓力測試 就是金管局要求銀行向准賣家進行的審批 除了他們的供款要佔入息 不可以多於一半之外 銀行也要無疑在加息三厘之後 准賣家供得起 審批準則是怎樣呢 就是供款佔入息不可以多於六成水平 如果用100萬貸款去做例子 以現在最長的供款年期30年 攤分息率兩厘半去計算 其實你每個月的支出就是3951元 所以如果你供款佔入息不可以多於一半的前提下 你每個月的月入要有7902元 你就可以過到第一關 但因為你要做壓力測試 變相你要在現水平的息口加3來上去 變相你每個月的供款是5678元 供款佔入息不可以多於六成的前提下 你每個月的月入要有9463元 你就可以過到第二關了 所以簡單來說 其實你記住一組數字就可以了 每100萬的貸款 其實你每個月的月入要有9463元 才可以過到壓力測試 那200萬的貸款又如何呢 你便乘以 即是18900多元 如此類推 坊間有人說 首置客是不用做壓力測試 其實都錯不完 有一個前提 就是本身 叫他借了新按揭保險才可以 特首林鄭月娥 去年放寬了按揭保險的限制 推出新按揭保險 容許1000萬以下的物業 可以最高借到八成按揭 如果800萬以下 最高可以借到九成 亦容許首置客 在不通過壓力測試的前提下 只要上條按揭保費 就可以用供款佔入息一半 去計算它的按揭 所謂借取按揭保險 即是在傳統銀行五至六成的按揭以上 你借取更多的按揭乘數 所以你都要給按揭保費 一般來說 按揭保費就是貸款額的5% 如果你想勉強壓力測試 你借取新按揭保險時 你就要上條一成的保費 按揭保費就變相是貸款額的5.5% 用剛剛100萬的貸款額來做例子 按揭保費就是55,000元 這個數其實可以連同貸款額 一併上門去供 變相你每個月的供款額是4,169元 你每個月的月入有8,338元 你就可以通過測試 所以簡單總結 新按揭保護下 免壓7個入息要求 其實你每100萬的貸款額 你有8,338元的入息就可以了 200萬又怎樣呢 你乘以上去 即是16,600多元 1000萬的貸款額 有83,380元就可以了 如此類推 申請按揭的時候 除了要比較不同銀行提供的按揭息率外 都值得比較一下佛息期和現金回陣 因為早幾年 其實銀行的按揭生意競爭都很激烈 他們都習慣用高回陣吸引買家 不過近幾年都略有收斂了 現在一般來說 現金回陣大概是貸款額的0.2%至0.5%之間 基於息除本減的關係 銀行最能夠賺取到貸款人的錢 都是說的是頭幾年的事 所以其實頭幾年 如果去轉欄或者熟樓的話 銀行都會罰息 一般來說罰息期就是2至3年 而罰息的金額 就是貸款額的2%和1% 有部份銀行甚至會要求買家退還 給了他們的現金回陣 在申請私人貸款或者申請按揭的時候 不少人都會希望貨給三家 但記住不要同時間 向不同貸款機構做申請意作比較 因為這種查詢會叫做硬性查詢 就會在信貸報告上高留下記錄 硬性查詢太多會影響到 你的信貸評級會下降 從而你獲批的息率可能會更高 最理想的做法是先查閱自己的信貸評級 之後再將資料交給銀行作一般的查詢 不會出現上述的情況 從而亦有機會獲得更優惠的息率 最後買樓就不要計漏一些集費支出 集費支出怎樣計算呢 通常我們都會預留一至兩萬元 作為一些律師費支出 以及會預留樓價百分之一 作為你去購買二手樓的經紀佣金 當然最大筆的集費支出就是印花稅 樓價越低印花稅就會越低 舉個例如你本身買一層600萬物業 印花稅是樓價的百分之三 相當於是大約18萬左右 如果你買一層800萬物業 你的印花稅是樓價的百分之3.75 相當於是要30萬港幣 通常你是交來印費的時候 就會在你簽約後的30天內就要繳付 一般來說你去到律師行簽正式買賣合約的時候 律師那邊就會叫你開多張支票給他們 他們會幫你去代表 以上大致是手之下在置業上會遇到的問題 當然還有很多細節位需要注意 如果大家有任何置業疑難或問題的話 都歡迎在影片下方 又或者來到官網留言告訴我們 都歡迎大家可以做多一些交流 今集跟大家談到這裏 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願 字幕志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